吴宗憲受不了一粒一休 烧饼店惊爆收摊 我有天跟他讲 爸爸要开酒家 他说 不可以开酒家 怎么可以开酒家 你要开口袋烧饼 OK不能开酒家 我是说 我要开酒家烧饼 但现在唯一一家烧饼店也没人 新歌女儿Sandy 去年进军餐饮业 陆续开了王家口袋烧饼 自然卷早午餐和无聊咖啡三间店 妇女两一月才退出自然卷经营 苹果这就结获爆料 去年三月开幕的王家口袋烧饼 已贴出歇业公告 在这里生意已经不好 就一粒一休 我们那个大安店收掉 我心里痛得要死 对此献哥证实烧饼没了 跟退出自然卷经营一样的理由 开到晚上责任的要赔钱 哪个老板做的料一粒一休 我也觉得蛮可惜的 如今妇女两的餐饮副业 仅选一家无聊咖啡店 女生穿着装 我就怕死 呃 显哥最近运气可能不太好呢 镜周刊 其日报道她已有新欢 对象真是国防女神安以爱 在她2月9日生日当天 显哥更开着女儿 Sandy送的550万小福车 与她单独去吃饭 最后安以爱更将她的狗狗 带回家 隔天显哥再开车去接爱犬 对此显哥回应两年 只是狗友 那天聚会也是和一群狗友相见 根本不知道她生日 娱乐都无新闻 OK?不讨厌 OK?不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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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不讨厌?